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804集 并且纷纷出来打探那击杀霸冷的轩辕帝国弟子究竟是哪个势力之人 这等天之骄子 整个轩辕帝国也是寥寥无几啊 想要调查起来应该是很简单的 可是令众人疑惑的是 众人这么打听之下 居然没能打听出来对方的来历 这可着实有些神秘 须知啊 轩辕帝国天才很多 武皇天骄也不在少数 可是能斩杀霸冷这种巅峰武皇的天骄人物 却也并非满地都是 而是屈指可数的 按照道理来讲 一般只需要随便打探一番 便能知道来历的 可是现在 任凭他们如何寻找 竟然找不出对方的来历 这如何不诡异啊 而更令民众们惊讶的是 轩辕帝国高层下达了一则命令 居然严禁民众讨论此事 众人第一念头就是 轩辕帝国高层不想和制法殿接仇 想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淡化此事 但是很快的 众人便否决了这个想法 这怎么可能啊 他们堂堂轩辕帝国 岂会畏惧执法殿呢 高层们绝对不是那样的人 没有一个势力的人 愿意承认自己势力的高层 是软淡的 因此他们本能地 抗拒这么一个猜测 难道说 对方是我们轩辕帝国 某个隐世势力的天才 又或者是 黄氏安州培养的天教 不想暴露 于武裕各大势力眼前 于是 众人心中 有了这么一个猜测 对 绝对是因为这个 这个猜测 很能满足民众们的虚荣心 也让民众们 对自己的势力 更加充满了信心 自然而然的 无条件地相信 嘘 帝国在培养着一批的天教呢 欲要征套执法殿和飘渺宫 对对对 低调低调 咱们得低调 可不能暴露了帝国的秘密 嗯 大帝啊 他支持而后勇 准备啊 寻找机会 重新杀上飘渺宫 补天之下 唯有我薛元帝国 才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嘿嘿 推翻飘渺宫 敢翻上官女帝 莫名的 一个个传闻 在薛元帝国暗中流传起来 在民众的口中疯狂地传扬 得知这个消息的薛元大帝 差点气吐血了 本来他下令严禁 是为了消除 帝国民众和飘渺宫之间的 敌对心情 毕竟 他和上官希尔 同为一伙 只是在演戏呢 可谁知道 竟然传出了这样的传闻 薛元帝国 幻养精锐 广基梁 缓成王 是为了再度推翻 飘渺宫 这个结果 大大出乎了 他的预料 这令他感觉到 无语的同时 更是挤欲吐血 只是民众们 悠悠重口啊 他又不能强行阻止 先前阻止的恶国 他才刚刚尝到 现在自然不敢 在胡乱下令 所以只能打碎牙齿 祸血吞 自己生生地吞了下去 在古华城事件 发生的第三天 骑雄率领着 执法殿的枪者 终于降临了古华城 古华城三大势力 给本殿中滚出来 骑雄和袁拓的队伍 汇合到了一处 强势降临古华城上空 隆隆怒喝 数百名执法殿的强者 数架恐怖的战舰 悬浮在了古华城的上空 遮天蔽日 可怕的气息镇压之下 令人不寒而栗 怒喝之声 犹如雷霆震动 在古华城的上空 疯狂地回答 传入了每一个人的耳中 古华城中 所有的强者们都仓皇出走 惊骇地看着 头顶上面的恐怖的战舰 以及密密麻麻的强者 每一个执法殿的人员 都身穿黑色战甲 猙獰的战甲之上 雕龙划凤 绽放着可怕的杀技 令人心惊 太强势了 古华城虽然不是 什么了不得的势力 可是好歹也是有 三大帝国势力坐镇的 算是方圆十万里之内的 顶级势力 可现在 执法殿的两位分店主 傲立古华城的上空 强势而霸道 眼神比拟 号令古华城三大势力滚出来 态度轻慢而不懈 根本没将古华城放在眼里 这呀 实在是令人憋屈 心中怒火燃烧 虽然 虽然古华城民众也不曾狠待见这三大势力 可是 见古华城 毕竟是他们的家园 如此被人轻视 内心中的愤懑 自然是无法释怀的 而更令他们愤懑的 还是三大势力的姿态 执法殿诸位息怒啊 惊恐声响起 古华城三大势力老祖纷纷出现 冲天而起 他们各自带着麾下强者 于半空中相迎对方 站着京京如同奴仆一般 始终 才灵 张古 见过两位分店主 见过诸位执法殿靠手 三大势力老祖姿态很定 战战兢兢的 诚惶诚恐 如同臣子拜见帝王 奴才叩见主人 颤抖着行李 这更令古华城民众 气不大的姨处来了 脸上火辣辣的 像是被打了脸一般 这三个人 乃是他们古华城三大势力的老祖 九天五地级别的强者 可如今 却如三条狗一般 对着主人叫唤 让人不耻 更不忍直视 执法殿虽强 但是三人此刻 可太没骨气了 让人愤怒 三位 我且问你们 我图霸棱 究竟是怎么死的 他来古华城 与三位家族接洽 结果却陨落在此 是何原因 齐雄怒号 跨前一步 身上杀意弥漫 疯狂的戏卷 三大家族舞者们 只觉得一股凌厉的气势冲击而的 身体震动间 直接一口鲜血喷出 脸色发白 始终三人 在这股气息之下 心下震撼 急忙地 成荒成功的 齐雄殿主啊 此事乃是轩辕帝国之人所为 虽和我等无关 可毕竟是我等处理不当 才导致 令途陨落在古华城 我等有罪 史良 你过来 始终立即一声怒吼 史良顿时战战兢兢地 来到了近前 面露惶恐的 老左 扑的一声 始终 谋中闪过了一丝争门 一抬手 一道 立光 竖地掠过了史良的脖隔 史良惊恐地捂着自己的脖子 惊恐地 看着自己的老左 鲜血从他五指之中疯狂地流出 瞬间毙命 齐雄殿主 此事与我史家史良有关 此子虽是史某的玄孙 可是他当时人在现场 却未能阻止凶手行凶 导致鬼徒陨落 这 罪无可恕 现在史某取下他的向上人头 祭祀鬼徒 仪表我史家的忠心 始终一字一句 语气中没有半点感情 所有人都道歇了一口凉气 始终可太狠了 为了平息齐雄的怒火 始终竟然当场的手认了他史家的笛子 这当手段太过狠了 恐怕史良到死都想不到 因为自己当时的几句话 竟然会惹来这般的杀身之火 这始终为了自保 还真狠 连自己的寻孙都杀 没人察觉 在远处的虚空中 几道身影浮现在呢 静静地观看 正是秦晨其人 主人 咱们还挡什么呀 直接上去吧 将那执法殿的人全都拿下不就得了 摩卡拉在一旁龙声道 等得有些不耐烦 鲁莽 秦晨瞥了他一眼 先让齐雄等人耍耍威风 若是贸然上前 被古华城这么多人盯着 难免会有所暴露 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就不好了 想来这齐雄等人 在古华城中也待不了多久 看看热闹也不错 摩卡拉善善 顿时不说话 众人继续地静静观看 却见齐雄冷笑一声 对始终的行为不以为意 而后看向了财家和张家 你们呢 财灵和张鼓一摇牙 看向自己家族的嫡子 据他们所知 当时家族的嫡子也在现场 曾风言风语过 老左 两大家族的大少们脸色发白 惊恐出声 可是话音微露 扑哧一声 一道立光闪过 两颗人头冲天而起 同时一命呜呼 尸体跌落下来 血流一地 下方 古华城的民众看到的 也看得呆了 内心充满着恐惧 众目睽睽之下 财灵和张鼓转身心里道 齐熊殿住 当时我等家族弟子也在场 未能阻止凶手行凶 罪无可说 哦 齐熊笑 只是笑容狠了 哼 巴冷是我爱徒 他淡淡地 声音中带着畅人 他是唯一能继承我衣钵之人 可他现在死了 死在了你们古华城 可凶手呢 你们告诉我 凶手在哪里 齐熊嘶吼 双眸中射出了疯狂的光芒 始终三人惊恐地 在虚空中跪下来 在三人的身后 三大家族的强者 也瞬间跪了一地 战战静静 始终三人颤抖了 我等有罪 还请齐熊殿珠放心 我等一定会找出凶手 还请齐熊殿珠 还爱徒一个公道 公道 齐熊猙獰大笑着 冷冷地看向三人 人是在你们三大势力的 古华城地盘上死的 现在三天过去了 你们却连凶手 在哪里都找不到 还跟我说 还本殿爱徒一个公道 公道在哪里 你们告诉我 公道在哪里 齐熊有些歇斯底里的吼叫 我 我们 始终三个人身体颤 结结巴巴 连一句完整的话 都说不完整 他们虽然是九天五地 可是 只是最普通的九天五地 他们可以在古华城那些民众的眼里 高高在上 可是 手眼通天 执掌天下的执法殿面前 却什么都不是 连反驳的勇气都没有 现在你们手扔了自己 势力的三个弟子 便想祭奠我的爱徒 你们觉得可能吗 你们三大家族的废物 也能和我齐熊的爱徒相比 齐熊突然猛地出手探出 竖地插入了始终的身体中 扑斥一声 漆黑的手掌穿透了胸膛 从始终的后背穿出 鲜血喷溅 始终顿时七里嘶吼出声 惊口难以置信地看着齐熊 根本没预料到 齐熊竟然会突然动手 我要你们三大势力陪葬 方能解惑我心头之恨 齐熊猙獰的声音响起 这天地间隆隆回答 充满了疯狂 傻 把三大家族势力 所有人都给我杀光 一个不了 齐熊下令 杀气冲天 齐熊的怒吓 带着无尽的杀意直冲九霄 震动天窮 轰的一声 在他开口的一瞬间 一旁的圆拓也动了 轰的一下 他周身绽放出了血色红光 无尽的血气冲天而起 弥漫在九万里的上空 将头颅顶上的天空都遮蔽了 第一时间冲向了一旁的财灵和张鼓 你们 扑的一声 有血光绽放 财灵和张鼓惨叫一声 语气惊恐 袁拓出手太快了 仓促间如闪电一般的 快到让人难以反应 虽然财灵和张鼓第一时间 感觉到了不对 迅速防御 可是还是没用 胸口有着大棚的血污 蒸腾而起 出现了两道血痕 两个人重伤 第一时间被斩废了 天空之中有血液倾盆 太恐怖 对面 执法店分店店主 袁拓手拎一柄 血色的战刀 冷笑连连 杀气腾腾 双眸暴涨的沉红 像是两口巨大的钢一般 旋转无尽的杀意 始终也怒吼 身形第一时间狂吹 身上有着可怕的气息暴涨 浑身绽放出霞光 恐怖的能量波动 撕裂了高天 他在拼命 第一时间就想要从 齐熊的手中逃生 胸口之上出现了一个大窟窿 血气磅礴 狼狈不甘 可是齐熊又如何会让他逃走 冷笑声中 手掌上可是有可怖的光芒爆发的 要将始终给粉碎掉 既然已经动手了 他又岂会给对方丝毫逃生的机会 对方丝毫逃生的机会 对方丝毫逃生的机会